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我气得浑身颤抖时 柳如烟发了条消息过来 老公 我今晚要和博达去酒店应酬 就不回来吃饭了 乖乖在家等我哦 爱你 我本想将照片撕个粉碎 深深呼吸一口气后 还是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拿起手机 回复了一个好字 将照片翻转 后面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 我的美丽 只为此生最爱的人绽放 是柳如烟的笔记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们经常互记书信 以表相思之情 所以她的字 我画成灰都认得 看到这句话后 我原本还存有的一丝侥幸 彻底湮灭了 将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 全扔进垃圾桶里 我离开了妻子公司 下午的阳光不但刺眼 还很毒辣 但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全身如坠冰枯 冻得发颤 刺骨的寒意 绝望的情绪 让人很想麻醉自己 回到家 我把整个人窝在沙发里 茶不撕 饭不吃 闷头抽烟 回想起最初和柳如烟的相识 源于一次美丽的邂逅 那年我25 他21 抱了同一家旅行团 两人都是单身 我乐于助人 帮他拎了几次行李箱 作为回报 他请我喝饮料 吃冰淇淋 一来二去 两人就熟络了起来 每到一处景点 都是我帮他打卡拍照 等旅行结束之后 我们回到了各自的城市 但联系没断过 一年后 我辞掉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 来到了他的城市 相知 相爱 再到结婚 认识的人都羡慕我 说我是接了几辈子的福 才能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我对柳如烟爱的深沉 全心全意地对他好 他哭 我安慰他 他笑 我陪他一起笑 我吻过他的眼泪 帮他洗过脚 他的一贫一笑 一忧一怒 无时无刻不再牵动着我的心 为了能让他开心幸福 我竭尽全力 不敢有一丝懈怠 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努力了整整五年 自己一直以为的幸福婚姻 原来只是一场幻梦 一场空 凌晨一点多 柳如烟终于回来了 他浑身酒气 秀发里的烟味比我还重 看到我坐在沙发上 很是意外 老公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吐了口烟圈 说睡不着 他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搂住我的胳膊 被黑丝包裹的大腿交叠在一起 很是诱人 老公 不会是因为少了我 所以你才失眠的吧 刚结婚的时候 柳如烟说他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丝袜和高跟鞋 认为那是女人受罪的刑剧 专门用来讨好男人的 然而从几个月前开始 他几乎每天出门都要穿丝袜 而且经常变换花样和款式 我问他为什么 他不但不回答 还想我多管闲事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后 我问道 今天晚上你见了什么客户 老公 你问这个做什么 随便问问而已 有什么好问的 反正说了你也不知道 柳如烟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说他很困 先去洗澡睡觉了 就在他起身的时候 我开口道 还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 昨天 柳如烟一愣 然后反问道 什么日子 听到这句话后 我原本就已经坠到谷底的心 终于彻底死得透透的 原来他对我们的婚姻 已经漠不关心到了这种地步 抢挤出一次笑意 我说没什么 你明天还要上班 赶紧去洗澡吧 对了老公 我明天要出差 大概三天左右吧 去哪出差 跟谁去 普吉岛 我一个人 柳如烟说话的时候 眼神有些飘忽不定 根本不敢跟我对视 我说你公司业务现在这么广泛 连国外市场都开拓上了 主要博大太能干了 是他联系上的客户 已经谈了一个多月 现在就差商业具体合作事宜了 说起吉伯达的时候 柳如烟的眼里仿佛有光 两人是一个院里长大的 是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 后来吉伯达全家移民国外 才断了联系 直到半年前 他独自一人回国发展 刚刚升任总裁的柳如烟 二话不说 直接把吉伯达内招进公司 担任他的特别助力 从那时候起 柳如烟就悄然发生了改变 原本每天宿面朝天 除非是见重要客户 才会化一点点淡妆 现在只要上班 粉底眼线口红一样都不能少 原本从不加班 只要到点就回家陪我 现在三天两头都说忙 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 而且出差已经成为了常态 原本他很黏我 聊天睡觉看电视 都要我抱着他 现在只要在一起 他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抱着手机聊天 时不时还会露出 发自内心的甜美笑容 有时候我问他 跟谁聊得这么开心 他立马收起手机 说没跟谁聊 他只是在刷视频而已 原本他见到我 眼里会有光 脸上会有会心的微笑 现在没有了 只有谈起几博答的时候 我才能见得到 我很后悔 后悔自己的反应迟钝 后悔自己的漫不经心 连自己最爱的人 遗情别恋都看不出来 我原本以为 自己会绝望 会痛苦 会大闹一场 因为认识我们的 所有人都知道 我爱柳如烟 爱得有多深 可以说是为了他 连付出生命 都愿意的那种 但奇怪的是 我现在心中 一点波澜都犯不起来 大概这就是 真正的心灰意冷吧 当一个人心死之后 反倒就能释然了 柳如烟洗完澡后 我已经躺在床上等着了 并将床灯调成了 温馨的橘黄色 这是我俩多年以来 养成的习惯 想亲热的时候 就以灯光暗示 其实我并不想做点什么 只是试探一下而已 果不其然 之前从不拒绝 我的柳如烟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老公 都已经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熬夜对皮肤不好 乖 好好睡觉 我深深看了他一眼 说好 那就睡吧 柳如烟躺下后 侧着身子背对我 我将手搭在他的细腰上 婚后 我一直想要个孩子 岳父岳母也催了好几次 原本今年年初 就跟柳如烟商量好了 他也在春节后开始了备孕 然而在几博大出现后 柳如烟反悔了 他说自己还年轻 而且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 如果要孩子的话 影响太大 我表示理解 还主动帮忙劝说 岳父岳母 让他们等几年再抱外孙 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真是傻得太天真 柳如烟不耐烦地说 我的手搭在他身上时 像猪蹄一样重 压得很难受 要知道之前的他 必须我抱着 才能安然入睡 现在已经截然相反 我神色复杂地 把手收了回来 熄灯睡觉 第二天 柳如烟出差普及岛 整整三天 他没发过一条消息 没打过一个电话给我 朋友圈也没更新过 但几博大的朋友圈里 却很热闹 蓝天白云 碧波金沙 椰树成林 一会冲浪 一会潜水 一会沙滩party 和他寸步不离的那个女人 从未完全露脸 手上也没戴结婚戒指 但我一眼就能认出 是柳如烟 同床共枕这么多年 彼此间已经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了 但我同时又觉得很陌生 和几博大在一起时 他的肢体语言无比放松 嘴角也永远洋溢着笑容 就算在当初热恋的时候 我也没有见到过 这样的柳如烟 他是真的很开心 幸福全都写在脸上了 谁是他最爱的人 一目了然 看到照片的我 心中一阵微微刺痛过后 就没什么反应了 在每个朋友圈底下都点了赞 我又给柳如烟发一条消息 等你从普吉岛回来后 我们就离婚吧 十秒钟不到 柳如烟的电话打过来了 他劈头盖脸地骂道 萧凡 你是不是有病 无缘无故地 居然跟我提离婚 脑子被闷家了 我说我没病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过后 才提出来的 那理由呢 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我淡淡地说道 还记得结婚那天 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哪句话 既然你已经不记得 那我也没说出来的必要了 我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地说道 柳如烟 就当我对这份感情厌倦了吧 我们好聚好散 萧凡 你 你盛世找小三了 我做梦也没料到 身为背叛者的他 居然会有这种想法 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脑子一热 干脆说了句气话 是 我已经移情别恋了 萧凡 你混蛋 隔着手机 我都能想象得到 柳如烟咬牙切齿怒吼的表情 你明明说过 会爱我一辈子的 这才结婚几年 你就出轨了 你对得起我的家人 对得起我吗 明明最该心虚的人 却说着最理直气壮的话 我默不作声 静静地听着他 发泄怒火 骂完一通之后 柳如烟恨恨地说道 萧凡 你真想离婚是吧 是的 好 既然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了 那我也没必要拴着你 我同意离婚 你追寻你的真爱去吧 但我有个条件 下星期我外婆的寿宴结束后 再去民政局 老人家年纪大了 心脏不好 你也不想他知道我们离婚的消息后 气出好歹来吧 我答应了 原因很简单 柳如烟的外婆 一直带我很好 自打结婚后 我每个星期都去老宅 看他两次 陪老人聊聊天 打打牌 姐姐闷 风雨无阻 雷打不动 比亲外孙女都勤快 外婆很感动 甚至还说要立下一主 待百年之后 将这套价值不菲的老宅子留给我 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时 都只是笑笑 没当一回事 与妻子摊牌之后 我的心里仿佛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重担全无 晚上买了水果和牛奶 到老宅看望柳如烟的外婆 和往常一样 老人见到我很高兴 第一时间抓着我的手 问长问短 小凡 几天没见 外婆可想你了 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我说是有点忙 不过已经忙完了 小烟呢 今天跟她通电话时 还说要看我来着 怎么不跟你一起 外婆 小烟出差去了 可能要明天才能回来 外婆吃过的咸盐 比我吃过的饭还要多 见我神色有些不对劲 立马猜到了什么 小凡 你告诉外婆 是不是跟小烟吵架了 我忙说没有 还说没有 情绪都写到脸上了 外婆是过来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外婆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凡 人这一辈子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一定要珍惜眼前人啊 你和小烟相知相爱 一起走到今天不容易 她这孩子 打小就比较任性 喜欢耍小姐脾气 而且被家里人宠坏了 但本性不坏 是个好妻子 所以你多淡淡一些 有什么委屈 无处发泄的话 来找外婆倾诉好了 我抢挤出一丝笑意 说道 我会的 外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知道 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好孩子 外婆排饮饭了 陪我打打牌 好不好 我刚要说好 外婆突然手舞胸口 脸色大变 我慌了 急忙扶住她 问怎么了 外婆浑身颤抖 嘴角流闲 说不出话来 我不敢怠慢 立马打电话叫救护车 到了医院 外婆直接被推进抢救是抢救 医生说 情况不容乐观 病人年纪太大了 救活的几率只有不到一半 问过我和病人的关系后 劝我赶紧通知外婆的直系亲属 我先打电话给岳父岳母 结果都处于关机状态 无奈之下 只好又把打了柳如烟的号码 没想到对面接通后 听到的却是几博答的声音 喂 谁呀 我没有说自己是谁 开口问他柳如烟在哪 柳总今晚没空 明天再打过来吧 就在几博答打算挂断电话的时候 我听到了旁边一个熟悉的声音 博答 我已经洗好了 是谁来的电话 管他谁呢 别来烦咱们 电话挂断 话筒里只剩下了嘟嘟声 这个时间点 加上妻子所说的话 傻子都能猜到两人在什么地方 正打算做什么 我强忍心中怒意 又拔了过去 还是几博答接的电话 他不耐烦地骂道 我说你烦不烦啊 说了刘总今晚没空 就算天塌下来的大事 也明天再说 我冷冷地说道 我是肖凡 肖凡 哟 这不是凡哥吗 听到我的名字后 几博答立马变了语气 这么晚了 您找刘总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他就在你身边 把手机给他 凡哥 刘总还在开会呢 要不 您晚点再打过来 我强调了一遍 把手机给他 几博答无奈 只好把手机递给了柳如烟 刘总 是你老公的电话 足足过了十秒钟后 柳如烟冷冰冰的声音才响起 肖凡 找我什么事 你外婆入院了 医生说情况不容乐观 我打不通你爸妈的电话 所以你最好赶紧 肖凡 你无不无聊 柳如烟的音调 一下提高了八度 大晚上的 拿我外婆来看笑 我没开玩笑 你外婆真的入院了 现在正在抢救当中 赶紧回来吧 我在普吉岛 你当在隔壁是啊 想回就回 我说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已经回到了江城 柳如烟先是一证 然后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告诉他 自己是在 几博达的朋友圈里看到的 没猜错的话 几博达肯定对他 单独设置了不可见 柳如烟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外婆真出事了 如果你还想见他最后 柳如烟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肖凡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知道我回了江城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我 调查我 语气虽硬 却透着些许心虚的味道 我说道 柳如烟 我没那个闲工夫 也没那个闲钱 请人调查你 你们刚下飞机的时候 几博达就把朋友圈发出来了 柳如烟这次 足足沉默了半分钟 然后才冷冷地说道 我明白了 你是因为怀疑 我跟博达有什么事 所以才提出跟我离婚的 对吧 肖凡啊肖凡 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博达是从小一起 穿胎当裤长大的 两人就像亲兄妹一样 我一直把他当成哥哥 他也把我当成亲妹妹对待 如果我们之间 真有什么男女之情的话 我早跟他结婚了 哪还轮得到你 你之前也是个 明白事理的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 疑心病重了 是 我承认我骗了你 我是跟博达一起去的普吉岛出差 但这是为了照顾你的情绪 免得你胡思乱想 属于善意的谎言 跟客户的合同 我们已经签好了 你要不相信的话 回去之后 我就让你看得够 肖凡 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我说你先别失望 也别激动 对于你和几博达之间的事情 我也没兴趣打听 更没兴趣看什么合同 但外婆入院是真事 希望你赶紧来医院一趟 就在这时 话筒里传来了几博达的小声催促 小烟 要已经生效了 赶紧的吧 柳如烟冷冷地说道 萧凡 我现在还要开会 没空跟你鬼扯 外婆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比你清楚得多 今天下午 我还跟她通过电话 她说 自己好着呢 你想把我骗回去 门都没有 大家都是成年人 别玩这些小把戏了 我今晚不会回去 而且接下来的几天 你也别想再见我一面 幼稚 说完之后 她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再打过去 已经关机 就在默默放下手机时 抢救时的灯灭了 医生缓缓走出来 神色很是凝重 我立马上前问情况 医生说 病人怕是熬不过今晚了 赶紧让家属过来 见最后一面吧 我的脸上 只有苦涩 外婆弥留之际 紧紧握住我的手 眼中满是泪水 过了这么长时间 儿子儿媳和外孙女都没出现 她已经猜到了什么 为了不让老人留下遗憾 我当着她的面 又打给了岳父岳母 可惜还是关机 这才突然想起 两人前段时间说 要去环球旅行 至少下下个月才回来 再打给柳如烟好几次 仍旧无果 见我无奈地放下手机 奶奶眼底残存的那点光 终于熄灭了 我一个人办理了所有后事 按照外婆临终前的嘱托 买了快一山半壶的目的 梅丽墓碑 只亲手在旁边栽种了一些小花 很素雅 很漂亮 就像曾经的柳如烟一样 想起外婆生前对我的好 我的心里很难受 我无父无母 是个孤儿 因为跟柳如烟算不上门当户对 所以岳父岳母对我的态度 一直都很嫌弃 但外婆不会 她是真把我当亲孙子看待 要不是她的大力支持 我未必能娶柳如烟进门 因为外婆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和长辈的爱 可现如今 她已经躺在冷冰冰的骨灰河里 深埋于地下 再也见不到她慈爱的笑容了 我买了两瓶酒 几包烟 在目前陪了外婆一天一夜 直到酒喝完 烟抽光 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正准备离开时 竟看到两个熟悉的面孔 正朝这边走来 是柳如烟和几博达 此时天上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柳如烟撑着伞 而几博达的怀里 则抱着一个精致的骨灰盒 两人身后 还跟着三名手持锄头的工人 见到我之后 两人皆是一愣 然后柳如烟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萧凡 你还说没跟踪我 我还没开口 几博达已经假惺惺地说道 刘总 你别怪凡哥 他也是因为爱你 才会这样的 哼 他要真爱我的话 就不会做出这种恶心人的事情了 而且还拿我外婆的健康来开玩笑 柳如烟冷冷地看着我 萧凡 你放心 婚我是一定会离的 我跟爸妈商量过 他们都同意了 就算你现在后悔 也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点点头 说好的 那咱们明天明正局见 什么明天 之前不是说好了 等我外婆过完大寿之后 再去办手续吗 柳如烟眉头促起 萧凡 你是不是想出儿烦耳 我说人都已经不在了 还过什么大寿 听到这句话的柳如烟 气得脸都变色了 萧凡 不许你胡说八道 我们离婚 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有什么不满的 尽管冲我来 别牵扯伤外婆 启博达也在一旁说道 凡哥 你就算对刘总再有意见 也不能拿老人家开笑啊 之前说入院 现在直接说人都不在了 这不是扯淡吗 还算刘总脾气好 要是换成别人的话 一顿揍 肯定是少不了的 柳如烟强忍怒意 说道 萧凡 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太多 明天上午十点 我们民政局见 几伯达问道 刘总 那您外婆的大寿怎么办 我自会跟他解释 先把毛毛葬了吧 柳如烟没再理会我 几伯达指着栽满小花的墓地说道 我觉得这块地不错 毛毛生前最喜欢小花小草了 我看过几伯达的朋友圈 知道毛毛是他养的一条泰迪 而且还是柳如烟送的 之前洗衣服的时候 我不止一次在柳如烟的丝袜和裙子上 发现了卷曲的黑色狗毛 现在回想起来 他平时应该没少去几伯达家里 柳如烟点了点头 既然这块地不错 那就塌了 因为没有立背 工人也以为是做空粉 直接甩开膀子 就要开杆 我急了 赶紧上前阻拦 你们不能挖 柳如烟怒了 萧凡 你到底想怎么样 无论什么事情 你都要掺一脚 恶心人是吧 我说 这不是五主坟 里面已经葬了人 几伯达阴阳怪气地说道 凡哥 你怎么又来这一套 不会是想说 这坟是刘总外婆的 所以不能挖吧 我说是的 葬在坟里的 就是柳如烟的外婆 听到这句话的柳如烟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萧凡 你给我闭嘴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挖 一名工人开始动锄头 我想上前阻拦 结果被另外两名工人拦住了 小伙子 别妨碍我们的工作 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 等回家之后 再慢慢协商处理吧 两人干惯了粗活 力气大的惊人 我根本正脱不开 只能一边挣扎 一边说里边埋的 真是你外婆 柳如烟 忍无可忍 突然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把我牙血都打出来了 萧凡 这是对你最后的警告 再胡说八道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几博达站在一旁笑 脸上没有半点丧犬之痛 工人挖得很快 突然锄头碰到一样硬武 发出筐的一声闷响 他疑惑的一钩一翘 外婆的骨灰盒 就被挖了出来 盒身已经裂开 里边的骨灰 洒得到处都是 所有人都愣住了 原来我没说谎 这坟里真的埋了人 柳如烟满脸的不可思议 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萧凡 这骨灰盒 到底是谁的 我嘴唇都快咬出血来了 我说了无数次 是你外婆的 几博达音声音气地说道 凡哥 为了恶心刘总 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居然连道具都用上了 这骨灰盒挺精致的 得值不少钱吧 还有这里边的骨灰 看起来确实很逼真 柳总 这到底是不是你外婆 打个电话问问 不就清楚了 柳如烟很听她的话 立马拿出了手机 很快 熟悉的铃声响起 是从裂开的骨灰盒里传来的 柳如烟愣住了 手一滑 手机直接摔到了地上 她走上前去 用颤抖的双手 打开了骨灰盒 里边除了骨灰外 还有用红绸布包裹的一部手机 和一对玉镯 手机是奶奶去年生日的时候 我送的 而那对玉镯 是柳如烟花大价钱买来 亲手给外婆带上的 当时外婆很开心 说是她这辈子 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 手机每天都带在身边 那对玉镯更是如此 一刹那间 柳如烟感觉天斗她了 启伯达在一旁小声安慰 说手机和镯子代表不了什么 可能又是消烦的把戏 话音刚落 我挣脱了束缚 将外婆的死亡证明 甩到了她的脸上 启伯达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这是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难道这也是假的 柳如烟抢过死亡证明 看清之后 顿时面如死灰 启伯达还在那叽叽歪歪 死亡证明怎么了 这种玩意 随便一家淘宝店 都能做出来 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但我希望 你们能把外婆的骨灰盒埋回去 因为这是她临死之前 最后的心愿 柳如烟 对于你 外婆已经够失望了 别再喊了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我推开工人 步履蹒跚地朝山下走去 刚走没几步 柳如烟突然起身追了上来 一把将我拽住 萧凡 外婆并未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嗨我不能见她最后一面 我冷冷地说道 那天晚上 当着外婆的面 我一共给你打13次电话 可每一次 你都是关机 我 柳如烟一时哑口无言 但很快又说道 我就算关机 你也可以想别的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难道找遍全城的酒店 把你和几博达揪出来 我冷笑道 又或者拿个大喇叭 在大街上喊你的名字 这下柳如烟彻底没话说了 满脸都是后悔和内疚 我甩开她的手 没想到身子一个猎气 直接摔了一跤 膝盖都流血了 老公 你没事吧 柳如烟慌了 赶紧上前想要搀扶我 别喊我老公 从你答应离婚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已经不再是夫妻了 我推开她 一瘸一拐地朝山下走去 身后响起了柳如烟悲痛的哭泣声 放在以前 深爱着她的 我早心疼得不行 上前安慰了 然而我现在头也不回 反而加快了脚步 离开公务后 我没回家 而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大哭一场 为了外婆 也为了自己画上句号的婚姻 期间柳如烟打来好几个电话 全被我挂断了 后来不胜其烦 直接拉黑了事 第二天上午 我如约来到了民政局 柳如烟在 几伯达的陪同下 也来了 她的脸上还有泪痕 而且有明显的黑眼圈 见面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我 为什么拉黑她 我说 既然都已经离婚了 没必要再联系 几伯达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但是 我主动开口了 几伯达 从今天开始 如烟就交由你照顾了 几伯达现在也不装了 她的眼里 有抑制不住的开心和得意 放心吧 萧凡 我比你更爱如烟 也更懂她 和她在一起之后 我绝对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的 柳如烟很是感动 看向她的眼中 充满了光和爱意 我说那就好 柳如烟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似乎很想说点什么 不过被几伯达搂住肩膀后 她放弃了 几伯达微笑着看向我 对了萧凡 在办手续之前 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清楚 车子房子 原本都是如烟名下的 你最好别打他们的主意 至于存款 你只是一个打工仔而已 这几年 估计也没攒下几个钱 所以你应该懂我意思的 我点点头 我懂 只要肯离婚 我不会贪贪一分钱 见我如此拾去 几伯达开心地笑了 我和柳如烟 长达五年的婚姻 终于到此为止 我选择净身出户 走的时候 只带了简简单单的行李 本打算辞职 离开这个令人伤心的城市 没想到老板知道情况后 极力挽留 说只要我不辞职 立马升职加薪 还能安排房子 囊中羞涩的我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没了家庭和婚姻的束缚后 整个人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中 因为我的努力 连续弹了好几笔大单子 仅仅一个季度 就让公司效益翻了一番 老板高兴坏了 不但许诺分我股份 还说要把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 介绍给我 还未走出婚姻阴霾的我 蜿蜒谢绝了 说自己是个离过婚的中年男人 配不上他 没想到这话 反而激起了老板女儿的兴趣 在了解我的过往之后 他觉得我是个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 于是展开了追求 正所谓女追男 隔层杀 我最终还是被他的真心打动了 同意先交往看看 就在我俩感情渐渐升温时 柳如烟突然找上门来 几个月不见 他不负之前的光彩照人 神色憔悴至极 仿佛变了个人一样 左眼圈上 还有肉眼可见的伤痕 连厚厚的粉底都掩盖不住 见面的时候 老板女儿正挽着我的手 两人准备出去逛街看电影 看到年轻貌美的他后 柳如烟的眼神变得无比复杂 肖凡 她是谁 老板女儿一下就明白了 落落大方地伸出右手 刘总你好 我叫秦嫣然 是肖凡的女朋友 女 女朋友 柳如烟看向我 满脸忧怨 肖凡 我们离婚还不到半年 你这么快就另寻新欢了 看着曾经深爱的女人 我神色平静 没有说话 秦嫣然开口道 不好意思刘总 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 好像你和肖凡还没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跟几波打在一起了吧 难道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这一番话非常犀利 说得柳如烟无地自容 面红耳赤 恨不得当场找条缝钻进去 肖凡 可以单独聊几句吗 柳如烟一脸祈求地看着我 楚楚可怜 我叹了口气 说有什么话 就在这讲吧 我肖凡行得正站的直 不想让女朋友 产生任何误会 因为她是我最在乎的人 这句话 直击柳如烟灵浑身处 让她浑身颤抖 摇摇欲坠 曾经的她 才是我最在乎的人 但她并没有珍惜 犹豫良久后 柳如烟才说道 知道吗 肖凡 自从跟你离婚之后 我的日子过得很不好 我淡淡地说道 别开玩笑了 几波打比我更爱你 而你最爱的人也是她 你没理由不幸福的 错了 她爱的不是我 只是我的钱 柳如烟咬牙切齿地说道 所谓的爱 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在一起之后 她从未关心过我 照顾过我 只会每天变着法子 从我口袋里掏钱 短短半年 我的家底 几乎都被她骗光了 她不仅吃喝嫖赌 样样俱全 还拿我的钱去养小三 而且不止一个 但凡我过问几句 她就拳打脚踢 恶语相向 原来这才是她的真面目 我好恨自己当初瞎了眼 才会跟你离婚 选择和她在一起 够了柳如烟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打断了她的话 不 有意义 我想跟你复婚 柳如烟一脸稀奇地看着我 萧凡 我考虑得很清楚了 你才是我这辈子 最值得爱的男人 结婚五年 你一直都在默默地 关心我 照顾我 我知道 你心里肯定还有我的位置 就让我们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问道 还记得结婚那天 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这已经是第二次提问了 但柳如烟还是没能回答上来 我 我不记得了 既然不记得 那我们也没有再聊下去的必要 见我转身要走 柳如烟急了 上来抓住我的胳膊 不 萧凡 你给我点提示好不好 我一定会记起来的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呀 我推开了她 神色淡然地说道 柳如烟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有你的生活 我也有我的生活 说完之后 我将之前在办公室里 找到的那张照片拿了出来 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柳如烟愣住了 这张照片 我之前找了好久 怎么会在你手里 我没回答 而是当着她的面 将照片直接撕成了两半 破镜不能重圆 爱情也是一样 柳如烟 请你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谢谢 我拉着秦烟然的手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身后传来了柳如烟的哭声 哭得那么的撕心裂肺 伤心欲绝 但我的脚步 走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再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